天气澳洲紫橙真的好吃吗 世界上最贵的水果 它被称为水果界的鱼籽酱 800块一斤的澳洲紫橙 一口下去就是金钱在口中爆炸的感觉 它的生长十分缓慢 加上色香味俱佳 价格不菲也供不应求 澳洲紫橙 世界上最贵的水果 800块钱一斤 还供不应求 有没有吃过的 买回来了 58块8 40克 这时候肯定有人问我 为什么买这么一点 这不是因为我穷啊 主要是太多 怕吃不完嘛 对不对 不 打开 看一下 没看到 就这么一袋啊 58块 看它这个包装就知道 这个东西相当的珍贵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感觉还有比它更贵的水果 但是我自己还想不到 大家有知道了吗 可以评论一下 它叫纸橙 还叫做手指柠檬 应该是很酸的吧 但是我又看到有人说 有那种橙子味 橘子味 柚子味 到底是什么味呢 大家觉得好不好吃 觉得好吃的扣1 不好吃的扣2 觉得我上到了的 扣 这里是40克啊 我们称一下 46克 分量应该是足的 这是它最大的一根 哇 好小啊 这可是号称水果界的鱼子酱啊 看一下 有那种往外冒的感觉啊 有非常清凉的柠檬味 尝一下 吃了我才发现 它每一颗都是那种硬硬的 口感很脆 味道的话就是酸酸的 然后有一点那种橘子味 橙子味的感觉 所以我想象这么酸啊 它跟柠檬的酸好像不一样 这口比较大啊 我吃完我就感觉 我有点那种高级餐厅的感觉 我吃下来的话 感觉还是可以的啊 味道比较清爽 一口下去吃的多就会更酸 整个来说它的味道还是能接受的酸 反正我感觉这样吃的话 是有点浪费 应该配一点高端的食物 我再切一颗 看看它里面有多少 看一下 这就是挤出来的一个啊 不得不说它确实很不要的 它应该不能当成水果吃 只能算作是一个配料 OK 今天这个手指柠檬 我们就吃到这里啊 大家看这部网友 也是可以留言评论 喜欢视频的点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